看看新闻吧 一天底 徐浩英深陷参与迷幻饭局的丑闻 一时间爆出了两人婚变的消息 近日 徐浩英在日本通告时度过了自己的39岁生日 而陈奕迅别出心裁地悄悄混入妻子前往民谷屋的飞机舱内 向老婆送上鲜瓜与蛋糕 这让徐浩英倍感惊喜 随后 她在微博贴出照片 晒出幸福 使得婚变谣言 不攻自破 不过 这些套路对于酷爱搞怪的陈奕迅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她今年为妻子准备的生日礼物不是什么名贵珠宝 而是一个低趟环保绿色健康的美丽承诺戒烟 今年我在我生日当天决定戒烟 所以大家现在很多对眼睛 还有大家都可以帮我看看她有没有遵守这个承诺 就是我的上任礼物就是戒烟 把戒烟当作礼物绝对是创意十足 不过再想资深烟名陈奕迅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绝对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 不抽烟 我只是说戒烟 对 是承诺 是一个礼物 对 是钱 钱都买不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有一天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在戒上 好像我那个参加那个颁奖的那种 拳头都是蒙 蒙了头的一个人 在抽烟你就知道 看不到我啊 对不对啊 看来徐浩银想让老公戒烟成功那还尚需时日 莫怕滚打了那么多年 陈玉逊早已练就太极的好功夫 在嬉皮笑脸之间就能轻松过关 庆生计划成功的Eason显然是心情大好 在初期某活动现场深情演唱了信任 而他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辱莫妄辞天王的美誉 在初期某活动现场深情演唱了信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